哈囉 大家好 下午四點鐘 歡迎加入中天新聞 我是乃魚 好 歡迎大家 剛剛在看我們政論節目的好朋友 可以趕緊回到我們的主頻道 好 在你們收看子頻上面 有一個置頂留言 趕緊點回我們的主頻道 接下來兩個小時 由乃魚來陪大家聊新聞 不過可以提醒大家 盡量都回到我們的主頻道收看 因為接下來乃魚 會在聊天室 跟大家互動 不過我看的都是主頻道的留言 所以要留在主頻道 我才會看到 歡迎大家趕緊回到中天電視主頻道 收看接下來兩個小時的新聞 好 如果你已經報到的 趕緊幫我刷加一 讓我知道稍後來點點名 好 先來差不多是最新消息 苗栗三彎苗的一二四線的加油站前 有兩部小轎車車禍對撞 其中一輛車內有一對 年約三十歲的夫妻跟一歲的孩子 三人無生命跡象 另外有一人輕傷 連線記者 吳彭鑫 好 主播但人關心 嚴重的隊長車禍就發生在 苗裡三彎 一二四線加油站附近的路段 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消防守護人員是開著單架 緊急來救援 因為兩台車發生了對撞的事故 當時一共有四人受困車內 其中一部車體是嚴重的變形 車頭幾乎是變成了廢鐵 其中一部車內是年約三十歲的夫妻 和一歲小男童 一家三口被救出車外 是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現場是斜跡斑斑 而一家三口經濟送醫 另外還有一車是 印鳴五十五歲的婦人 目前是沒有生命危險 而他的左手腕腰部及胸部疼痛 整體車禍就發生在今天下午兩點多 苗裡三彎一二四線 一部黑色轎車 與雙第一名車發生了對撞 目前得知是一人受傷 另外一家三口被救出 十沒有生命跡象 還在醫院強救當中 至於事故的發生真正原因 還有調查將時間交換到內 好 我們來看看 現在已經有誰在線上 陪我們聊新聞呢 歡迎水之戴秀蓮 張玉蘭 張昭輝她說報到了 哈囉 另外還有Frank Liu 她說最愛乃魚 那沒問題 接下來兩個小時 希望你都守候在線上 另外歡迎Peggy 歡迎鄧文樓 帥在這邊 Clear妹 還有Roland 歡迎你 來 還有誰咧 張馨玲 她說乃魚相見恨晚 不會晚 現在相見也很剛好 歡迎你 另外還有郭惠美 她說我在苗栗看中天 還有韓信也來了 好 路過的柚子也來報到嘉一 還有這個陸一是嘉一 吳維麗 還有馬道志 很多人剛剛都刷了 乃魚的貼圖 歡迎大家趕緊刷乃魚的貼圖 迎接我接下來兩個小時的新聞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監督政府了 我們說到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 為什麼一直被人家說他是雙標呢 因為他連告不告人這件事情 讓人都覺得雙標 怎麼說 聽我威威道來 他是誰 他是反萊豬的醫師蘇偉碩 當時說了反萊豬的言論 沒想到就被查水錶 他說了這個話 馬上被衛福部給提告 您還記得嗎 在平安夜的晚上 要他去警局說明 但是奇怪了 另外這一位是吳子佳 吳子佳說的話 照理來說 應該讓陳時中更不舒服才對 因為他爆出了疫苗採購的內幕 說陳時中你說謊 好 昨天大家都問陳時中 部長 你要不要告他 因為他說你說謊 陳時中說大過年的 他沒有要告人 好奇怪 有人講反萊豬的言論 你就告 有人說你說謊 而且是擺明就點名你說謊 結果你卻沒有要告他 這其中有沒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在 難怪人家說政府辦不辦 就是雙標可以形容嘛 好 說到連疫苗 也要用意識形態來看嗎 好 大陸是宣布 他們有1000萬劑的錄製疫苗 要投入COVAX的疫苗平台 好 台灣又加入這個疫苗平台 那台灣會去使用這個錄製疫苗嗎 大家就很好奇了 陳時中在記者會就說 台灣跟COVAX原本簽訂的契約 上面就寫著 不得有大陸製造者 所以等於是不接受囉 好 當然如果未來大陸的疫苗 能得到准許或更多的科學證據 也可以做考慮 中國在疫苗裡面 疫苗可以提供在陸的台人來施打 或者他願意提供COVAX平台 1000萬劑的平台 那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 至於他分配的 但是我們在COVAX平台原來的契約 就因為法律的規定 我們已經註明就是不得有在中國 應該是在大陸地區製造 所以這是沒有接受 那當然未來如果這些相關的疫苗 得到更多的准許跟更多的科學的證據 那也可以來做考慮 不過目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那我想兩岸釋出善意 那是本來應該的嘛 那互相大家都是本來都是 台灣本來就是非常愛好和平的地區嘛 那怎麼樣釋出善意 那我想這都是好的一件事情 好啦 其實他剛剛那些話呢 我聽起來說來說去就是說 錄製的疫苗現在法規是不允許的 我們就是不會進口 但是我相信很多我們中天的觀眾朋友 很多人都認為 如果這個錄製疫苗真的有用的話 那法規本來就是可以動態來做調整嘛 畢竟現在全世界都在打疫苗了 台灣再不打的話 會不會最後變成鎖國的那個國家呢 無論如何錄製疫苗現在被封殺 我們要進口的是AZ疫苗 最快這個月底就會到台灣 但是我們這幾天一再講了 AZ疫苗在國際間 其實已經傳出不少的副作用的訊息 有很多的護理師人員 他們是選擇乾脆不要打 因為他們會怕怕的 逼著指揮中心要公布 各家廠牌疫苗副作用發生的頻率 但是前台大醫師林氏璧他就說了 有些微的副作用代表這個疫苗是有效的啦 但是要害怕的是兩種嚴重的副作用可能致命 一種就是過敏性的休克 第二種就是抗體回頭攻擊身體 都要特別小心 AZ疫苗快要到貨了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到底施打完會怎麼樣 國內就有醫師警告 有兩種副作用要特別小心 因為可能致命 第一種就是過敏性休克 包括過敏性休克 以及所謂的這個免疫性的疾病 基本上到現在為止 指揮中心都還沒有做完整的公布 我們希望指揮中心能夠為國人找到更多的資料 把這些資料公布 才能讓國人更了解一下這個疫苗的安全性 指揮中心為了消除民眾的疑慮 特地公布了AZ BNT 和莫德納三款疫苗副作用出現的頻率 專家表示不論是注射不微疼痛 還是疲倦胃寒甚至發燒 縱使各種疫苗發生的機率不同 但其實有副作用表示疫苗有效 但專家還點出了指揮中心沒有說出的風險 除了過敏性休克之外 另一項要小心的就是抗體回頭攻擊身體 有些疫苗的成分 它可能類似我們神經細胞的某些成分 所以它在很稀有的狀況下 它會回頭來攻擊神經細胞 對抗心臟就造成心肌炎 對抗我們的什麼肝臟 腎臟 就會造成各地方的器官的一個發炎 醫師表示抗體回頭攻擊身體 是神經學相關副作用 施打一到三個月內都有可能發生 醫師建議除了施打完 最好就地待滿半個小時後再離開之外 三個月內如果身體有紅斑 發燒 關節疼痛等症狀 都要儘速就醫 指揮中心也有義務公布一套 緊急應變措施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現在各國已經開始打疫苗了 所以這個確診數 確實以全球的確診來看 是慢慢遞減的 因為各國在打疫苗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已經是低風險 或是中低風險 我們就簡單幫大家列一下 有哪些國家是低風險 哪地是中低風險 包括澳門 紐西蘭 溫萊 遼國 不丹等等都是低風險國家 中低風險包括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都被列在其中 而這兩個列表的這些國家現在有最新的規定了 從3月1號起恢復低跟中低風險國家地區 可入境人士有條件的來台 從事短期商務 申請縮短居家檢疫相關規定 包含你要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均可入境 而若是沒有居留證的外籍人士 除了觀光一般社會訪問以外 可以向外交部 駐外館來申請特別入境許可 好 這是最新消息提供給大家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 這個炸領國物資藥費案的最新進展了 好 大家都知道呢 這整起事件是牽涉前總統陳水扁 還有他妻子吳淑貞 炸領國物資藥費案 我們帶大家來回顧下整起事件的時間線 包括在2006年是爆發了這一起炸領的費用 好 到了2016年 高院是裁定陳水扁部分的庭審 好 2021年也是最新的消息 是黃芳燕在美發現身亡 但是我們今天要幫大家來看的一個重點人物 是他 就是戴墨鏡 戴墨鏡的這一位 2002年當時 這起國物資藥費案 是有關於蒐集發票700多張 炸領了所謂2600萬元 其中他也是非常關鍵的角色 搜狗貴婦團的成員仲存筆軍 他提供了發票給陳水扁跟吳俗珍 是提供了135張 好 我們這邊都有幫大家列出來 提供了135張大概是炸領了542萬之多 好 他到底是誰呢 大家都很好奇 這邊一樣幫大家同學得非常清楚了 好 他是日本籍的 本名叫做李璧君李淑亞 他是製藥公司的負責人 曾經是 好 也是所謂的搜狗貴婦團的成員 好 他現在就是被指稱說 您當時提供這些發票 給他們兩個來炸領集藥費 他就澄清了 他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愛吃東西 全身都是發票 什麼都要來給我 推給我 好 這起事件 當然大家就開始查 他堅持我提供了這些 金額滿高的這些發票 給他們兩個是因為 我在幫他做公益 好 這樣的訊息 他是提供了檢調單位 目前對他的審查是 一二審是以貪污罪判他 四年徒刑 赤多公權兩年 被最高法院撤銷有罪判決 發回更審 為什麼呢 因為二審判決當中 有部分副表所載的金額 跟發票不太符合 加上原判決對於他 究竟是幫助誰 利用職務上的機會 來榨取財物 好 在判決前後認定 還有點出爐 還要再調查 因此撤銷判決 發回更審 好 這是這整起 詐領機要費案的 最新的進度提供給大家 好 接著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大家最近吵得最夯的話題了 除了萊豬公投之外 大家也很關心的是藻礁公投臉書 為何這個藻礁偏偏要去傷害他呢 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施工 對於這個海藻礁會造成破壞 好 台灣民眾打在今天在臉書 也發出了貼文說 總統蔡英文 你在2013年曾經在臉書上面寫了什麼 馬上幫大家 我們可能要Ring一下在這邊 當時寫了什麼 藻礁永存 還簽了蔡英文 親筆寫下藻礁永存 大家就想問了 現在天然氣要蓋在那邊 藻礁要怎麼永存 現在藻礁要面臨工程破壞 總統蔡英文要不要突然出來說句話呢 好 被認為時過境千 話說的不一樣的還有誰 桃園市長鄭文燦 鄭文燦曾經在2014年的時候 在臉書上面寫說 保育藻礁永不妥協 但現在改口了 他說我從來沒有答應 大潭列為藻礁保護區 好 難道也是違背當初的承諾嗎 另外還有常常惹大家生氣的誰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先前承諾要舉辦 有關於藻礁的聽證會 好 有爭議那就辦個聽證會 大家出來談一談 面對面來談 你說要辦的 但現在遲遲等不到相關聽證會 反倒可以見到他在萊豬議題上面 護航的不遺餘力 好 接著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對此怎麼說 蔡英文之前都講過藻礁永存 然後現在中油的工程 一直在不停地破壞 這個不是我要替他解釋 是他們要出來解釋 你們逆場對於藻礁 藻礁是這樣 這當然環境保護儘量要做 如果你不能做到 也要講清楚為什麼 當然其實這一連串 從能源政策到那個 這個是當然這樣 他一定要說什麼時空環境不同 就算時空環境不同 他也要出來解釋說 是怎麼不同 總是要解釋一下 現在公民團體環保團體 正在發起藻礁公投 那藻礁公投目前只在第二階段的連署 看起來過關的機會非常渺茫 但是大家還在做最後的努力 但是藻礁的公投連署 也不過是把這樣的一個案例 交給正反雙方 民眾用投票的方式去解決而已 可是蔡英文領導的政府 現在透過側翼網軍 在抹黑藻礁 而且藻礁目前已經有0.6公斤左右 受到嚴重的工程的破壞 估計至少要500到600年才能夠復原 也就是當年在野的蔡英文說要藻礁永存 可是蔡英文執政6年之後 卻破壞了藻礁 要花600年才能夠復原回來 如果沒有辦法進行二階段連署過關 今年8月28公民投票 沒有辦法來決定藻礁的保護的話 那可能7600年的藻礁 就要毀在8年任期的蔡英文手上 這種雙重標準對台灣的破壞太嚴重了 對台灣這些珍貴的藻礁 還有我們子孫後代的一個環境的保障 我們都看到 在這樣的一個綠色執政 雙重標準的情況底下 我們非常的憂心 也非常的痛心 但是我們郵寄2013年蔡英文總統 在還沒就任之前 他對藻礁生態的 相關的倡議跟保護 還有我們的執政黨 現在有諸多的官員 其實當時的態度上 也都是以保護藻礁不遺餘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執政了之後 是不是又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在相關的議題的政策的辯論上 我們知道說其實為了首部藻礁 環保團體也多次向蔡總統求助 去年6月的時候 其實農委會主委陳吉祥 就承諾8月要辦相關的聽證會 但是半年多過去了 還是等不到這類的聽證會 我們不經常懷疑 在去年的美洲的議題上 我們陳主委這麼積極的 幫這個相關的政策來辯護 但是在這個藻礁的議題 卻是這個遲遲未見 所以是不是在顯示說 執政黨對於他們 有力的議題上 就會這個積極的辯護 那像在這個藻礁議題上 我想已經是這個全民的共識 那保護藻礁目前 也正在積極的連署 那我們希望其實執政黨 還是要記得你們 在野前的一些主張 對於這個藻礁的公投 還有相關的議題的保護 可以拿出你們態度 拿出你們的魄力 謝謝 好 藍白到底會不會合作呢 2022台北市長人選 有沒有可能真的合作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跟我們的主播 馬千惠正在進行直播 馬上來聽他們的講話 算是打得還滿漂亮的 可是你一看 國民黨稍稍從過去罷免 跟補選的這個所謂兩大敗仗 跌到谷底開始穩定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 又是大家那個見光又開始出現 又開始了 對 那其實你說有沒有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有一些感慨 真的其實是會有 但是我覺得 常常我能做有限 我也常常會開個玩笑 就是跟有些支持者 每個人跟我講說 你們國民黨為什麼不團結 為什麼不團結 我就說國民黨不團結 還需要你告訴我 對不對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問我幹嘛對不對 然後我說你要知道我姓羅 那我不是大羅神仙 我不是說今天 我們在副守者聯盟 那個薩諾斯對不對 他的手指頭就說 你們通通給我團結 就是乖乖團結 那我只能叫我自己團結 所以這樣台北市長選戰 我也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站出來選 當然第一個 我有個理想抱負 我想要透過台北市長這個職位 能夠去實現 那我的個性就是 我想追求就追求 我也不會去遮遮掩掩 我覺得個性就是這樣 可是我也給自己設一個 非常清楚的一個原則 這原則就是絕不黨內對黨 絕不黨內互鬥 大家就是君子之爭 甚至君子合作 互相搭造彼此的舞台 我想你只有團結 你才有可能贏 團結說真的贏 現在陳時中的防疫的光環 然後民進黨的執政的資源 跟他刀刀劍骨的選舉的技術 團結都不一定贏 但是如果不團結就 就直接舉白旗快一點 好 我在這邊聊天室 將近800人 謝謝大家 趕快再進來 好 我要唸一下 必須有人抖內我們 花花宇宙 他抖內我們 然後說志強議員加油 我們的馬千惠主播 還有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兩個人正在進行 台北市長之戰在進行討論 大家有興趣 可以雙開一起來收看 另外我們要說到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今天跟台北市長柯文哲 有個大活動 他們首度同台了 被外界解讀是要藍白合作 但這兩個人是不是刻意的 都沒有互動 不僅拍照的時候 還隔著一名學者 眼神也沒有交集 論壇也以柯市長江委員的稱呼 刻意避開了兩個人 是黨主席的身份 而江啟成也出招了 強調我們同台不等於要合作 還喊出2022要光復北台灣 是不是意思要把台北搶回來 輕鬆一點好不好 各位咱們今天是論壇 不是政壇 江啟成柯文哲首度同框 但表情超嚴肅 江科中間還硬是卡一個學者 兩個人同台沒併肩 眼神沒交集 就連稱謂上也很謹慎小心 柯市長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論壇稱呼柯市長江委員 避開兩個人兩黨主席的身份 藍白同台話題延燒 但會前江啟成接受廣播專訪 先出招給夏馬威 同台不代表合作啦 2022對國民黨來講最重要的目標 是能夠光復北台灣 固守中台灣 喊出2022要光復北台灣 當然包括台北市 但藍營強棒有蔣萬安 柯文哲挺的人是黃珊珊 藍白怎麼合 江啟成他說要全面開戰 台北市的部分 那這樣未來還有合作的可能性嗎 不用那麼嚴肅啦 好啦輕鬆一點 日理選舉還早啦 民感問題 柯文哲愣了三秒才四兩拨千斤 但再也合作 無疑掀起討論聲浪 國民黨24號中常會 也改成春久 歷任主席馬無珠王 都渴望到場 主辦單位當然是中常會 那我只是其中的一員 再也合作藍營團結 要對抗民進黨一黨獨大 記者董恩俊成敬以台北 蔡普報道 好不過柯文哲雖然說 這距離選舉還很久 但是大家都知道 2022早就提前開打了 先謝謝我們現在線上 還有好多的網友 陪乃魚一起聊新聞 謝謝陳瑞誠剛剛加入我們的會員 另外也歡迎就在剛剛 馬中橫加入我們台灣奮起的行列了 再次謝謝大家 加入中天新聞的會員制 用最實際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另外要謝謝網友葉大雄 他這一連兩三天的每天 都有出現來挺乃魚 謝謝斗內我們都有看到 好再次謝謝大家 也請大家提醒一下喔 接下來還有整整兩個小時 都有乃魚來陪大家 好接下來同樣是要看最新畫面了 就是殺警漢無罪改判17年 現在馬上來聽一下李承翰媽媽說了些什麼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說大家都當警察很涼 警察士氣真的要維護 不然不維護 後來變成這樣 就真的社會真的很可憐 我看媽媽旁邊有一個 那是承翰人家做的 對 他們31期的同學 算說做這個 讓我們兩個留著紀念 你可以看 裡面有什麼 來 我們請那個李媽媽讓我們 因為承翰也離開我們一陣子了嘛 這國史館裡面也有一瓶 一瓶 一瓶 承翰的回憶 回憶紀念 還有DVD 還有DVD 也有這個 這個九尾四的那個 有很帥 也有做茶杯 茶杯我就收 它上面有他們的寫 他們幾個 他們最好的是有幾個同學 八個 八個喔 同一期的嗎 同一期都是31期 他們很有心耶 寫了一個 弄了這一本紀念 這是我們 陳安要無業 之前 二八月 他是一百 二零一八嘛 二零一九 二零一九 二零一九無業 他那年 去年嗎 對 發生的前一年 剛好那一次是去日本 剛好我們先生也有去 因為甚至我們公公沒有去 不然我們公公有在 他就 他就不放心 他就都沒有出國 那些頭 都留紀念 這個是 去墾丁玩的 去墾丁玩 看起來是很開朗的一個 小朋友 平常貼心嗎 很貼心 這是姊姊嗎 對姊姊 這是早孫 對姊姊跟那個 都很好 對啊 不要 他們兄妹 那個姊姊很好 姊姊很好 姊姊很好 對 我覺得他那個 當警察的時候 這個不是 這個在本宮那裡 他那時候 他們都要去本宮 值班 有時候 一個禮拜 還是當時 有時候要照顧 要去 這就是去 那個鐵尖山那裡 去戳 因為有網友說 有網友說 這樣的人 沒有判死刑 真的沒有天理 對啊 對於現在的法律 你覺得 現在越改越那個 要怎麼說 我們的想法是說 他都有悲 沒有死刑 也要無期徒刑 對吧 最主要 不要說出來危害社會 但是目前 現在判十七年的這個結果 還勉強接受 不過最後是 十七年 再來 他又說五年 出來又怎麼樣 你們也會擔心 對啊 因為現在 人生少 對吧 他們的同學是不是 很貼心的說 因為你們這段期間 就是會比較煎熬 他們是不是同學都會回來 會啊 他們回來都會怎麼樣 就是 這些是他同期的兄弟 不過有的是 算說 好 目前是看到 我們是特別去採訪了 李承翰的媽媽 因為今天有關於 他兒子的判決 有了最新的進展 我們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整起事件 是發生在 2019年的7月3號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李承翰的媽媽 等了這個判決 等了已經快兩年了 好 在2019年7月3號 24歲的警員李承翰 在處理正姓男旅客 補票衝突時 遭著凶險用尖刀刺傷了腹部 急救後傷重不治 當時這個殉職的案件 是讓全台灣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更是覺得相當的憤怒 憤怒的地方是什麼 等了這個判決 到了這個2020年4月30號 一審的判決 竟然是認為 這個正姓凶險 思覺失調症 沒有辨識能力 一審判無罪 這個無罪的消息出來 大家也知道 當時李承翰的媽媽就出面說 絕對不能接受 一個寶貝兒子姓密 就因為這凶險一個 思覺失調症 沒有辨識能力的理由 就判無罪 當時輿論誇然 相信沒有人能接受 大家痛疲說法官 怎麼會這樣的判決呢 現在最新的判決出爐了 2021年2月24號 也就是今天 辨識說 他是違法能力低 但是還是可以持續服藥 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改判17年 意思就是說 在台南高分院 他們再重新綜合了 各個證據資料顯示 包括是精神鑑定 或是說鑑定意識的證詞 認定這個凶險 雖然他的精神狀況是不好 是有精神障礙的 但是還是有辨識能力 並沒有完全到喪失的程度 依刑法減輕他的刑刑 但是原本無罪的判決 他們認為是明顯不當的 所以有了最新判決 也就是改判17年 對於像這樣子的判決 李媽媽怎麼說呢 她說勉強可以接受 畢竟心中一定是五味雜陳的 一個寶貝兒子的性命 17年就能減輕她心中的傷痛嗎 恐怕是不行的 想要看完整李承翰媽媽的訪問 也可以到我們的子頻道雙開 一起來看 另外還有林佳龍她怎麼說 她認為這個判決是符合社會期待 但是就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個案件了 現在大家可以在聊天室 可以一起來討論 這起案件大家都覺得相當的傷心 現在改判17年 大家怎麼看呢 嘉義鐵路警察李承翰遭刺殺案 台南高分院二審宣判 結果出爐大逆轉 正信凶險改判17年徒刑 強制監護五年 鑑定醫師的證詞 認定被告在行為時精神狀態 並未完全喪失辨識行為的能力 他只是有顯著減低的情形 故依刑法第19條第二項 減輕其刑 但是不屬於第19條第一項的不法的行刑 原本一審精神鑑定結果 認為凶嫌患有思覺失調症 犯案時沒有辨識能力判決無罪 震驚外界 更讓警方還有家屬不服上訴到二審 改由承擔再做精神鑑定 結果不同 認為凶嫌精神障礙只是讓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降低 但服藥就可控制 改判17年徒刑 刑後還要強制監護五年全案還能上訴 死者家屬鐵路錦李承翰的媽媽聽到結果 只說勉強可以接受 畢竟失去兒子後 丈夫也等不到上訴判決 就抑鬱而終 李媽媽一個人獨自面對 就連審理庭都不願出庭旁聽 李媽媽一人生活 假日有女兒女婿回家探視 平常種菜調適心情 一審無罪判決真的傷透了心 只求二審上訴不要無罪 如今二審的17年徒刑結果 也讓家屬的卑微請求 終於有了回應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 好 我們接下來先來討論一下 剛剛這個李承翰罪憲的判決 是判這政嫌17年 很多人都認為 還是很不以為然 像是Fairy Chen他說17年太輕了 好 佳龍說判死刑 還有這炫妮也說判死刑 趙小姐說死刑 看來大家都覺得不能接受 畢竟一個寶貝兒子的性命 因為在執勤公務的時候 喪失了17年 就能減輕心中的傷痛嗎 看來大家都覺得不是很滿意 接下來要來看到的是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從事記者工作已經25年 經常沒有顧慮到健康問題 今年已經62歲的他最近 找到了一個保養秘訣 來聽聽他怎麼說 其實我平常呢 也還滿注重自己的 那個身體的健康部分 因為母親有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我有遺傳的因子 就怕自己跟媽媽一樣 有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近年來特別養生 除了控制飲食搭配運動 還會補充健康食品 其實前幾年測試就發覺 我的血脂膽固醇是偏高的 我現在吃一個就是 紅麴零蝦油 它是富方的一個配方 紅麴跟零蝦油 那有了紅麴零蝦油 我在吃這個東西之後 我在對於在冬天吃這樣的一些 高熱量的東西 我就稍微放心一點 不過最近天氣冷 麥若瑜說 朋友聚餐少不了吃火鍋 大魚大肉高熱量 就怕享受美食之後 膽固醇與油脂 流在體內 影響身體健康 裡面還有豐富的 Omega-3 DHA EPA 然後這個富方的這個 紅麴零蝦油裡面 還有維生素E 還有葡刀子的萃取 因此經過長期服用之後 我再去做檢查 其實膽固醇跟血脂的指數下降了 制度的補充健康食品 讓他聚餐也不用擔心 不過身為資深的記者 對於選擇上特別實事求是 他也呼籲大家 一定要認明SNQ 以及小綠人標章 才有國家級的保障 國家品質標章 等於是國家幫你把關了 它檢驗合格了 幫你把關了 有國家級的把關 你心裡就比較保障安全了 這個紅麴零蝦油 它有經過人體實驗 它在這個台北醫學大學 有經過8週的臨床實驗 人體的臨床實驗 今年已經62歲的麥若鱼 談起保養經驗 相當有自信 他也堅信預防 剩餘治療 不要輕忽小症狀 選對方法 才能保持最佳狀態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選擇健康食品 一定要認明小綠人標章 才會更有保障 另外呢 要再來看到的是療癒的畫面了 台北設立動物園的大貓熊 元寶已經快8個月大 體重突破19公斤 元方觀察到元寶的行動力 突飛猛進 在外面活動 特別喜歡爬高高的樹 保育人員每次都費了 好大一番功夫 才請他下來 不僅如此 元寶還很調皮 會把自己全身玩到都是泥巴 讓保育員真的是哭笑不得 說元寶真的超像小朋友的 帶你一起來看 好 手洗乾淨 好了... 回去了 真的很糟 好了 腳... 最少手腳要乾淨 手腳要乾淨 元寶當然是各種行動能力發揮的 越來越多的 所以他也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跟著媽媽一起到戶外去探索 他非常喜歡找到我們現場 各種高高樹上能攀爬的點 每兩下就爬到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管理上 因為我們為了動物安全的理由 通常在我們的保育員下班前 必須把這些食物木的動物 能夠盡量邀請回到室內的藍舍裡面來 光是這個工作可能就 讓我們的保育員有點傷腦筋 因為常常元寶在保育員 要準備下班的四五點的時候 才是剛剛就賴在樹上 就怎麼樣也不肯下來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一種 互相角力的一個狀況 我們的保育員當然也要發揮創意 去設計了所謂的下樹神器 他其實就是利用結構設計一個擋板 擋住元寶可以往上看 往前方前進的一個板子 把這個板子擋在元寶的前方 元寶其實是會倒退嚕的 所以讓元寶或者轉方向 或者倒退嚕 降到比較低矮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的保育員就可以 把他協助他把他抱下來 只要元寶到戶外 大概我們保育員快下班前 都是剩下蛋 都是要每一天要跟他鬥智鬥力 那當然更不要講說 他在戶外玩耍 他是很盡興 可是小朋友沒有在怕髒的 所以常常如果說 戶外的濕度高一點 那他可能在地面的泥巴堆裡 扭個兩下 回家就變成前一陣子很流行的 髒髒包 我們的保育員其實也給他取了個名字 叫髒髒熊 所以到戶外爬高高 回家就變髒髒熊 那髒髒保 小傢伙玩得又高興又快樂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爬高高要請他下來 或者是弄得髒熙熙 回到家裡面要清乾淨 大概都是我們保育員會要挺身而出 來幫他把這些事情完成 好 其實每次看到 有關於動物園的新聞的時候 都覺得滿有趣的 因為動物園的發言人 以前在我們學校有開過課 有上過他的課 每次在新聞片段當中看到他 他覺得真的是很想說是老師好 好啦 總之這個元寶真的太可愛了 接下來我們要提到 每天都會有這個氣象主播來播新聞 來播氣象報好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降雨機率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答對了嗎 好 為什麼突然要聊這個 因為最近在網路上面抖音的影片 在討論有一個美國女子她說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降雨機率就是說 當天到底降雨的機率 如果說降雨機率是30% 那就是30%的可能會下雨 但她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降雨機率30%指的是覆蓋率 好 說這個地方有30%的區域 100%會下雨 好 真的是這樣的意思嗎 她這個影片是引起了非常多人在討論 她甚至說 難道只有我長這麼大才知道這件事情嗎 但是要跟大家澄清的是 這項消息是一個美國的網友提出來的 她認為降雨機率30%不等於三成 這其實是在美國的氣象是這樣子來使用 但是回歸到我們台灣 如果今天氣象主播告訴你 降雨機率是30% 那就真的是30%的可能會下雨 是最直白的表現方式 所以像這樣子的討論 是僅限在美國地區 美國版是指覆蓋率 但是在台灣的話還是指機率 好 滿有趣的 我今天看到想說 竟然也有所不同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另外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空氣品質真的是不好 馬上列出空氣品質的表 好 今天包括中部 雲家南 橘色提醒 紅色提醒是高頻地區 好 出現了紅色提醒 就代表對於所有族群 都是不健康的等級了 尤其今天高雄或屏東的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覺得天空霧蒙蒙的 能見度超級差 上班族跟機車族出門 就立刻戴口罩 因為沒有戴的話 就是超不舒服的 好 前一天晚上才下雨 那怎麼隔天 空品又那麼差呢 高雄市環保局說 是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加上濕度不高 不利於污染物擴散 沉降的關係 導致高頻地區 空氣品質特別不好 提醒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另外營養師也來教大家 怎麼吃 才能防止發炎 降低過敏症狀 一大早高雄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彷彿被濃霧籠罩卡了一層灰 高頻24號上午空品差 能見度更差 戶外民眾通通戴起口罩 天空特別霧 騎車也是會能見度差 很霧 感覺空氣很不好 今天空氣品質比較差 所以騎 騎車都要戴著口罩 早上出門的上班族嘴有感 但明明前一天高雄晚上才下雨 但空品卻沒有好轉 高頻各地空品質色到紅色警戒 空氣品質差到爆 一個所謂的北風或東北風 那這個時候的話 這會導致這邊的一個擴散條件 都會比較差 環保局表示 因為污染物與水氣凝結 才會霧蒙蒙一片 但空氣污染容易造成呼吸到過敏 對人體有一定程度危害 但除了戴口罩防空汙 即使用吃的也能降低空氣 對人體危害 維生素D對我們的呼吸道 也有保護的作用 減少發生感染的一個機率 根據營養師說明 可以多攝取動物內臟補充 維生素A 也可以吃水果抗氧化補充 維生素C 最有幫助的是維生素D 像是深海魚類也可以舒緩 呼吸道 攝取更多營養 防止發炎降低過敏症狀 在空氣灰蒙蒙的時候 民眾吃對食物也能自救 記者陳時中馬嘉瑜高雄報導 另外要插播的是最新消息 今天指揮中心又公布了 國內新增的四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分別來自於三例在美國 有一例在馬來西亞 指揮官陳時中指出 四位都是國外的確診情況 而且都有兩次的陰性檢驗報告 都是因為檢疫期滿後 有其他理由自費採檢 才出現確診狀況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陳時中日前說 我國原本跟BNT方面 談好購買新冠疫苗 後來外部干預破局 隨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 宣稱又說是大陸是政治操弄 今天陳時中有再度說明來聽一下 第一個大概是在中間的 大概可以跟大家講的就是在兩次 跟其他已經就是沒有談判成功的 相關的這些資料 我們都跟大家來報告 那至於在後續裡面 我們都有相關的合約的關係 都有保密的協定 那等到等體水落石出之後 跟大家再來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所以說我也從來沒有提過說 有任何哪一個國家在做干擾 那只是我的感覺 在整體合約這樣一個不尋常的pending 那可能有外力的介入 只是這樣子 我參加過的會議只有是 都是技術性的會議 所以是跟BNT直接的視訊會議裡面 只有在去年的10月16號 參加過那麼一次跟BNT的一個直接視訊會議 那另外當然還有其他的廠家的 也是技術性的會議 所以那一次的技術性會議 基本上討論的就是這個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BNT當時的臨床實驗 已經有的一些資訊 疫苗安全相關的一些議題 以及這個疫苗的儲存 輸送 注射等等相關的一些 我們這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整個會議上面 都完全沒有談到採購的機量 供應的時程等等的 至於說跟雅克城 這個我完全沒有任何的參與 沒有任何的會議參與 哈囉 立刻加入中天會員 每個月小額贊助中天 支持中天維持營運喔 加會員方法 請到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找到加入鍵點下去 不知道如何加入的話 可以打中天客服電話 有專人教學唷 好 說到今天呢 真的天氣還不錯 像在台北現在外面 陽光都露臉了 曬起來蠻舒服 但是提醒 冬天的陽光不強 但是還是不能省略防曬的步驟 因為看不見的紫外線 依舊會對皮膚造成傷害 女演員芳欣 即便已經48歲了 皮膚依舊透嫩 她的保養秘訣就是 安美諾美白修護霜 馬上把時間交給工商特派記者 謝瑋怡 我是今天的工商特派員 謝瑋怡今天要來跟你分享 你知道嗎 冬天的防曬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像是我們的臭氧層 在冬天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稀薄一點點 而這個紫外線 就會透過大氣層 來傷害到我們的肌膚表層 所以說像是這個防曬 是一年四季都不可以少的 不然你可能就會發現說 怎麼冬天過去了 皮膚的色階反而是黑了一階呢 因此常常我們都可以聽到 只有藍女人沒有醜女人 像是安美諾的美白修護霜 它是有各種功效都有涵蓋在裡頭的 從這個資料當中 可以看到它是得到了 衛福部河口的 含藥化妝品認證 得到台灣最高榮譽SNQ 國家品質標章肯定 也委託了嘉南藥理大學化妝品系 歷時五週進行了多項膚質改善檢測 都有得到驗證 我們再來看一下安美諾美白修護霜的成分 有什麼呢 像是在提升肌膚防腹率上面 有人森 刺五家 紅花 還有成香乳香 另外天然的隔離效果 像是有細微的珍珠粉香 比我們都還滿不陌生的 這是會對皮膚有亮白的功效 另外再來保水性 因為只要肌膚的保水性夠 看起來就會比較亮白 像是有一型 三型 六型的神經西安 另外還有乳油木果的油萃取物 甚至還有比非德氏菌 它的成分因為不含A3 這一類的刺激性的物質 所以白天擦也可以不會 因為曬到太陽就反黑 而且包含醫美術後的保養 也都可以擦 尤其你有印象嗎 藝人芳心 它雖然目前是已經48歲了 可是皮膚看起來是又細又嫩的 主要就是擦了安美諾美白修護霜 甚至也因此毫無分享給她的好姐妹蘇燕佩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即便你平常可能有在保養 做亮白的肌膚處理 但是平常外出還是要記得防曬 才不會白做工 好接下來又是我們的大陸新聞 再平衡的單元時間囉 好謝謝大家支持我們這個單元 好一樣是列出三個重點 第一所謂大陸已經成為 德國連續第五年的最大出口國 也就是德國已經連續五年了 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是大陸 包括各大外媒都在報導這個消息 另外我們說到美中兩個大強權在抗可納 現在搶的是什麼 也就是稀土 傳出大陸擁有了稀土 但是他們要禁止稀土進口到美國 但是為何他們要來禁止美國現在緬甸 反而成為關鍵的因素呢 稍後來解析 最後就是所謂的國台辦 回應了邱泰山的春暖花開說 到底怎麼回應的 稍後也一起來解析 我們要先來看到這個畫面 是所謂的稀土 這來自於CNN的一個畫面 我們說到隨著美中爆發 貿易戰跟科技戰 市場就傳出 大陸把目光要轉向於美國F35 戰鬥機等高級武器要使用的 關鍵稀土原料 要把所謂的稀土限制它的出口 好 稀土到底是什麼呢 稍後告訴大家 這項消息是來自於英國的金融時報 它引述了消息說大陸的工業跟信息畫布 提累一個草案 要控制大陸境內一共有17種 稀土的製造跟出口 業界高層說為什麼大陸要禁止 稀土出口呢 意在牽制美國 所謂稀土就是拿來製造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還有像是一些高級武器 都需要用到稀土 那稀土來自於哪邊呢 這邊幫大家來講一下 所謂稀土就是這個東西 它其實不是特定一種土壤 它是屬於這種比較稀有性的金屬 我們統稱它叫稀土 您知道嗎 全世界62.9%的稀土 都來自於大陸境內 也就是大陸擁有全球過半的稀土的量 所以大陸就擁有了這個決勝點嗎 現在傳出金融時報說 大陸要禁止稀土出口 其中意在牽制美國 如果真的不把稀土給美國使用的話 那會影響到什麼 因為美國有80%的稀土 都是跟大陸買的 所以如果美國買不到大陸的稀土 那怎麼辦 智慧金手機的產能可能會受影響 另外還有電動車 電動車的一些的原料 也來自於大陸的稀土 還有最重要的 也就是現在護袖肌肉 最需要來稀土製造武器 但是F35戰機它大部分的原料 都來自於稀土 所以如果現在大陸不賣給美國了 那這些戰機要怎麼辦呢 所以才會說大陸不出口稀土 就是意在牽制美國 但是為什麼這整起事件 又會扯到緬甸呢 也就是因為 如果要出產這個稀土 其實它是稀有的金屬 你要去開採它的話 是需要大量密集的勞力 而且是危險度極高的產業 所以大陸也是慢慢的 在減少他們的出產 而大陸現在擁有的是 提煉稀土的技術 那他們的稀土呢 現在該用跟別人買 跟誰買呢 就是跟緬甸來買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國旗是錯的 我先把它擋著 好 那這個呢 包括這個中國萬寶 他們的一個公司 向緬甸共同開發 進口這個50%的重稀土 也就是有50%的重稀土 他們都是跟緬甸來購買的 也就是這個緬甸 是重稀土重要的供應國 現在緬甸發生了軍事政變之後 會不會影響這個稀土的出口呢 緬甸一直被視為 是所謂的稀土小強 大陸依賴他們的程度真的很高 緬甸雖然他們的稀土量 沒有大陸那麼多 但是重點 他們的稀土 是所謂的重稀土 土量比例相當的高 是非常重要的生產國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想 大陸如果想要禁止 稀土出口來牽制美國的話 那問題就出在於緬甸 緬甸有沒有辦法把他們的原料 給大陸來進行提煉呢 大陸如果連原料都沒有買到的話 那又何以牽制美國呢 所以現在大陸跟緬甸的關係 當然不能搞壞 接下來要來看到的是 大陸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汪文斌 他再度被問到了 現在緬甸發生了軍事政變 世界各國 歐盟國家 還有美國不停地來向軍方嗆聲 要求他們不可以這樣做不民主的行為 但大陸一直都沒有表態 表示要跟緬甸來保持友好關係 有關於大陸外交部 對於緬甸政變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中國是緬甸的友好的英邦 我們希望緬甸各方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 妥善處理分歧 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 國際社會的任何行動 都應有助於緬甸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有助於免和平和解 避免激化矛盾 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我們已經多次闡述了中方在緬甸問題上的立場 關於緬甸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希望緬甸各方 以人民的意願和利益為重 通過對話 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 妥善處理分歧 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 好 獅子號稱是萬獸之王 中天今天要來為您介紹 動物星球頻道的新節目 大貓面對面 在接下來的精華影片中 攝影團隊捕捉到 非洲坦薩尼亞的獅子家族 在母獅當家作主下 罕見地跟公司聯手 獵捕重達800公斤的非洲大水牛 雖然有數個節 雖然黎迪族 雖然在那裡 雖然不同的雖然 她 sends out increasingly urgent calls relayed by other lionesses these calls for help receive a quick response the father of the lion cubs arrives at last he is accompanied by his brother lions have a sense of family it is very rare for lions and lionesses to hunt together but the situation is exceptional and the males weigh 80 kilos more than the females an advantage when bringing down a buffalo the buffalo have but one thought to get out of this trap in the river of sand and the lions try to stop them with one final effort the buffalo managed to cross the pass the hunt is unsuccessful but the dominant female manages to cut off a laggard just before he dives into the breach she attacks his throat while her sister attempts to break his spine the male closes his steel jaws around the muzzle it is the kiss of death the cats put all their strength into this savage combat and for the buffalo the outcome is no longer in any doubt the lion poses with his trophy like the great hunter that he is but it was the lionesses who led the attack one meter 赶快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以及youtube中天新闻频道 参与最想要互动直播新媒体 共享舒安人线上一起爆新闻 你最喜欢的主播将会随时点点名 一人朱海君在同学来了抱怨老公nonon 目前幕后两种人在外面形象风趣 但其实在家里很严肃 连他洗衣服用什么牌子 垃圾袋大小都要管 对此nononon说 我在家就要有爸爸跟老公的样子 另外这个肖楚慎在节目当中说 老公之前花钱偷买iPad说谎 被他发现后两个人大吵一架 校上还闭关厕所 老公在外面不停哀求他 没想到隔了几个小时 外面没声音 原来老公竟然忏悔倒在地上 他的形象都带给你们非常风趣 然后非常逗趣对不对 但是呢 什么都好 那说nonon 哥 好好好 那讲什么好好好 对… 制作单位是会配合什么 好没有问题 OK 那是问题啦 对不对 一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 完全都不是这样子 朱海君在节目爆料 老公nonon在外好好先生 在家非常严肃 简直双面人 要用什么牌子的洗衣巾 他都要控制我 装垃圾的垃圾袋 他也要管 他就说 材质吗 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大张的 对于朱海君的指控 nonon含冤 在家要有爸爸跟老公的样子 有时候小孩子在看 要叫他学习 叫他写功课什么东西 我总不然每天在家 然后他在跟我讲 我还在那边 嘿嘿嘿嘿嘿 女儿功课写了吗 哈哈 在写功课了吗 哈哈 我都没在中假 我每天在家都没 奇怪 那我先生要有先生的样子 朱海君坦言结婚当初就是喜欢 nonon的疯癫 你一开始我们在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嘿嘿 怎么办 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他的疯子 不 喜欢他的疯癫 另外一对夫妻争吵可没那么简单 因为老公说谎 萧淑胜差一点跟他闹离婚 说我是不是之前出国的时候 放了几万块在保险箱里面 他说 我说有 对 我有放 我说钱勒 我说没有 我没有花 我说你没有花 那不然你钱去哪里 原来老公偷偷花钱买iPad 为了不让老婆发现 每天辛苦藏起来 好 你就这样的话我给你离婚 我超气的 然后他就 我就把自己关到厕所里面去 为了他说谎 不是为了iPad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在厕所里面 大概两三个小时吧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奇怪怎么外面没声音 因为他一刚开始 他都会在外面一直敲一直敲 然后怎么敲到最后都没声音 开门奇怪怎么有人倒在地上 他就倒在那个厕所门口 我再近看他 他在抽搐 就是他在哭这样 哭到抽搐 各对夫妻相处模式不同 床头吵 床尾和感情依旧甜蜜 记得公寓得流 惠宇台北报道 好 台北大巨蛋又有最新消息了 预计在明年6月要试营运 现在传出他的经营权要换人 谁来呢 周刊爆料是中信 此善基金会董事长估重量 将以个人身份出资 号召多家企业成立的 台日投资团队取代远雄 吃下过半的股权 成为跨国企业 合资经营BOT开发案的首领 大巨蛋可望在明年6月 就要正式试营运了 现在传出估重量要投资大巨蛋 我在出门前有特别问了一下 反正BOT案是这样的 他要盖完拿到死照 才可以做个五权的转移 所以现阶段他们还是要很认真的去把大巨蛋盖完 在没有拿到死照之前讲这些都是没用的 市长你对估重量会比对照本神有信心吗 至少估重量也没什么不好的记录 好今天凌晨新北市新店有一辆价值700多万的宾市车发生了自状意外 转弯时突然失控撞上了路边公车站牌 车上两人弃车逃逸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车头已经毁损了 公车站牌也断裂在地上 男驾驶跟女乘客就自行布下车之后 就把这轿车抛在原地 分别搭小黄跟步行离开现场 而警方现在也已经查出了女车主的资料 但打电话却没人接 好惊险画面来看到苗栗有一名男子喝醉酒 在街上持锯子不断的挥舞 又跑进了一间机车行内 老板有人担心被误伤立刻拿起工作用的铁锤来自报 马上带来看 男子手里拿着锯子恶狠狠地闯进机车行 店内客人戴着安全帽 立刻拿起工作用的铁锤反制 两个人扭打拉车 一旁目击民众躲得远远不断劝说 但男子持锯子挥舞看起来好吓人 过程中甚至有人受伤挂彩 录影录影 我刚刚有报警在安南宫这边 我被那个人家拿锯子弓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男子家中 只见他躺在弹簧床上 还没酒醒 真的 干什么东西 我后面 原来男子酒后闹事 住处附近的机车行 刚好有顾客交车热热闹闹 先对方太吵 竟然持锯子挥舞叫嚣 其实拿着锯子在乱挥 他本来想要夺他的锯子 你要抢到 然后就被划到了 受伤的是机车行老板的友人 当时刚好新车成交 大伙聊天开心热闹 没想到出现了酒醉男子来捣乱 信号伤者只有轻微皮肉伤 没酿成严重伤亡 记者彭志明 许文文彭馨 苗栗报道